好的 各位观众罗爱们到了左双方中午和玩笑好 我是国际解说 过后托池又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由狼黄来对阵垃圾桶的环节了 你垃圾桶在有生之年真的就是没有赢过这个角色 今天他又一次要挑战我们的狼黄Nishkin Nishkin现在看到垃圾桶也是非常标准的带出了他的VS2加VT2 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折磨型套路 前期我只要建立起足够多的血量优势 最后我只要把距离一拉原地续电 续完电你垃圾桶随便你来 你来了就中 中了就死 那就非常的痛苦 这就是经典折磨局 垃圾桶也是长久的在这个对战当中没怎么赢过 好 那来我们看回这个对决 好的 预判对手的一个后果 知道吧 他一直想跑 那垃圾桶在这里一个惊战的预判以后的一发头 手上的VT也是开着的状态 不过没有资源 要想硬冲很难 看一下狼黄怎么来做这一波防守 直接就一波电就出去了 原地再续满 你拉这桶 这就沉黄沉孔 走过去又不知道对手会干什么 很恐怖 对手的射程比他远 该死 这一波VT打完 下段点一波 再来这边要做一个阵力则 全防住了 拉这桶防得不错 防得不错 最后人还是要没 怎么办 这里选择的是直接把距离拉开 开始了呀 常规露鼠手上还带着三个资源 你拉这桶走过去就是在送 老板 只要对手想让你死 你必须得死 诶 情况不是很妙 在这边 再拉回来 只是凹宝 哦 对手跳不跳 哎 跳不跳 好 那这个就是很标准的 最后狼黄发现自己有点危险 以后呢 决定交一下资源 如果没有什么危险的话 那一发VS续电 肯定是要续到最后的 好 那现在就到了第二灯 统哥现在资源上占有优势 那也就是说他可以摸奖 他也没有考虑太多 他还是像之前一样 非常的坚定果断 有资源就去摸 摸不到再输 对吧 这样至少位置上是有一个优势了 开始打一个连续的摸奖 老黄这边显得非常的耐心 想要前途过去摸个奖没摸到 想偷击把对手丢回版边 拉之筒的反应也是很快 看一下这边 直接头锤交进去 那这样的话老黄这边就很舒服了 他把距离拉开以后呢 血量上 先要打一个优势出来 VS命中好了一滚 那接下来就进入经典折磨时间 哇 这里还要交VS吗 刚才那个点上面对手头锤就过来了 老黄这边应该是考虑要按一些别的才对 下中角放到 VT开 统哥这里要开始了 我们来对策对手的这发VS 直接选择EX头锤硬冲 就非常的难受 我非常喜欢看统哥打这种很难受的对局 他打的很舒服的对局也没什么好看的 这个角色打很多对局都是有利的 来了这边一个指定头 但唯独这个对局真的是让他被赶牵 来狼氏三脚杀 一波杀到版边 对吧 带个头 哎呦 直接是撞掉你的一发霸体 不过最后是一发下中角 直接收走了我们狼黄 那狼黄在这边是没能够搬回来 但不得不说 狼黄的这个VT还是用的炉火纯青 命中的情况下 反手一个三脚杀把你丢回版边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回第三灯 上来 直接一个彩虹鬼 想要往对手脸上 对不起 这吃个头锤 再来封住 好的 拉致桶开窍了 完完全全封锁住狼黄的行动 最后的一手进攻 插那么一口气 结果被反丢回版边 这个游戏一下子变得味道不太一样了 一下子从一个看起来充满胜利的局面 变成了一种好像对他不太有利的局面 又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折磨历程 看一下现在拉致桶这边 选择的是滑产摸奖摸不到 刚才狼黄这边确认没有打上 下中角以后应该是可以连一下 这里打了一个跳弱 跳弱连招没连上 狼黄这一发垫被跳了 有点心虚了 在版边直接开出自己的VT 想要救自己一命 那拉致桶感觉气氛不太对 往后一缩 等你来 这时候拉致桶有水掉 又是这一波跳弱 来狼是三脚杀 进版边 来这边没有 这个关的不太妙 刚才那个可能次数没有计算好 弹两下的话应该是可以推一个版 你被拉回来要带CN了 下中拳接一个偷锤 一波CN下去 游戏结束 狼黄没能最后劈死拉致桶 拉致桶终于是搞定了他的首胜 首杀 对吧 杀狼非常的难 那个死相也非常难看 直接砸进地板里面 那现在是到了第二局 上来发中圈莫道奖了 狼黄现在就拿到一个不错的开局 诶我有一点点的血呢 有事也是有事 在这边投球对空 捏死 直接抓你一个落地 两发 退敌三发 直接滚一手 再一发 诶狼黄这边好像有点发冰了 就开始连续的发电 我觉得这就是原始人跟我们现代人最大的区别 知道吧 我们现代人手机快没电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冰 那狼黄呢 手上是电多的时候 诶我发冰 所以原始人跟现代人之间的最大差别 知道吧 就是这样一个进化的过程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看一下这波跳路 打中 VT 然后滚出去 狼黄再一次解放了 血量上的领先 会让他在这个对军当中 打得如鱼得水了 开始了 任何一只狼在这种局面下 就不用干别的 洗你就玩 YES 拉肇筒内心绝望 就看了对手这样一路后退一路皮 他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 那这样就到了下一灯 狼黄要牢牢把握住 开局的第一下 对吧 究竟是谁打到谁 就已经是决定了这个胜利的天平 到底是倾向于谁了 好 那现在拉肇筒是挨了第一下 哦 不过马上掰了回来 还不错 两发 这边 突吹对空对不到 好的 又防住一发滑铲 现在狼黄这边学到大幅落后 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复杂 狼黄这边要主动进攻 还真就公道了 拉肇筒面对对手的这些东西 他很烦躁 他没有一个安定的方式 去打对手的这种彩虹果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来看一下狼黄这边能不能翻 要翻的话感觉还挺难 看一波狼黄怎么打进攻 这边前前 直接被抓 拉肇筒这边也很清楚 你要进攻 无非就这么几下 交比亚 把注意力留在对手的一个前途上 但对于对空好像就有点疏忽了 VS VS 再续 再VS 讲到你现在谁优势啊 你 狼黄一刀对于灯已经是到了拉肇筒的一个赛点 看来终于可以完成报仇大野 打手头一发 这EX滚出来 没有抓中对手落地的那一事 那是亏掉了一点血量 在EX滚滚中 一个划铲过去以后 重量点起来 这里对手反抢 刚才那个距离比较远 狼黄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再按一下别的什么东西 拉肇筒 拉肇筒丢了个罐子 对手发了一发电 哎 这个非常的友好 理上网来一个中断命中 直接凹 凹完以后开VT 冲过去就是一个对空 狼黄是三脚杀 但落了这个位置不太好 没关系 再一个对空 硬冲 我 我刚才那一整套你们看清楚了没有 我没有看清楚 但是我知道狼黄是拼到了相杀以后马上追击 追击完了以后派生VT VT派生完以后一波打赢 就一起合成 非常的舒服 狼黄就在刚才想我们展示了一波如何在高节奏的香杀之中还能做好自己的一个确认跟连招 这一点就非常的至关重要 要打赢天梯第一人没这点东西行不行不行 好那这张双方是来到一比一平 中条鸭 狼黄这边直接选择抢 然后拼到香杀起身就是 哦 非常的坚定 果断 来 拉几栋自投罗网 自断前程 送进版边 对手滚开 然后VS一拍再滚回来 诶 非常的舒服 再VS再拍一下 假动作 拍脸上 这边蓄得很欢 拉几栋这边是看着发毛 非常的深 但狂怒是没有用的 不能帮助他胜利 怎么办 现在对手又开了VT 他更加不敢过去 这个局势就陷入了僵局 这个僵局非常的僵 拉几栋就一直想过去 但又不敢 诶 这边是抓到一个机会 狼黄自投罗网 起身也不凹 反手再一个头 拉几栋也虚 也不敢压 头锤直接开 然后摸一个下段 摸到了 最后凹一手 诶 派生太晚了 拉几栋这边对策也不错 直接是给了对手一发中角 没有选择防守 他知道狼黄这边应该是会考虑去做一下确认 到底有没有防住 那如果说你当中犹豫一下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吃到这一发中角了 好 那现在拉几栋又一次来到赛点了 看来他对于青狼这个角色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是做足的功课 否则真就是见一次死一次 下中疗 再来一发电 狼黄现在是感觉眼前的这个男人 跟几个月之前有点不一样 别人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做足的功课 终于是要来复仇了 FBS再次命中 续完一发又一发 摸脚 然后开VT直接吃确凡 狼黄也足够的了解你 现在怎么办 拉几栋这里 选择不放弃 要压对手的版别 但是每压一次就吃一发电 前前 指定头 好 有没有连续的考试可以做 对空 对手想后跳 对不起 再来一发 诶 这个进攻就很舒服 再来一发 晕点很高 会不会凹 进攻只有点中 狼黄不凹 直接打晕 那游戏在这边 宣告结束 终于完成 狼是三脚杀 狼是再三脚杀 狼是 没有狼 这VT用完了 下中疗吃中 我觉得 这个情况有点不太好 两个人 VS 最后一点血量 两个人都是一个CA 可以打死对手的血量 非常的微妙 非常的惊险 一个哈哈哈 甚至没有交出自己的 这个能量 那垃圾桶这边是送到了对手的脸上 他想要头锤过去强行磨对手 但是距离留的有一点点开 也不说留的一点点开 刚好狼火往后滚了一下 那是非常该死 现在垃圾桶形态都要崩了 眼看到手的胜利 就要来了 他是那么近 又那么的远 那个失误 失误的我都没看懂 我都以为结束了 我都想说 今天的这一次就到这边了 我没想到你狼黄 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铺 是垃圾桶 这一发VS命中 再来一发 这个队局已经渐渐的 像一种心态崩掉的局势去了 狼黄利用刚才的那一波 开始不断的调戏他的对手 一个中断 我这点中 VS再中 其实我经常打格斗 我能够体会到那种心情 就是自己莫名其妙赢的局输掉 就 就往往会沉浸在那种悲痛中 不能自拔 来了狼黄 三脚杀 三脚 三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